大家好,我还是想再补录一个视频啊 毕竟今天是去洛杉矶啊 直接直接说走走离圈啊 感想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对那些想来美国的人 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疫情期间工作 说实话不好找啊 第一个你刚来你没有公卡啊 没有十万号啊 不能报税啊 很多企业都是要求你有公卡十万号可以报税啊 所以呢有三点吧 三点不利啊 第一个是你刚来美国不懂英文是吧 这是先天的劣势啊 不像在中国一样的有那么多职业给你选择啊 即使你有公卡有十万号可不可以报税 可选的可选的职业选来选去 就是那么五六样啊 五六样七八样 绝对超超过不了这个两位数 肯定是个位数啊 第二呢 你呃 刚来又没有这个公卡十万号是吧 不能报税 第二点 你就更这个选择面更窄了啊 本来一些行业是可以给这些不懂英文的华人做的啊 假之你又没有商号是吧 又不行 第二点第三点 疫情期间啊 疫情期间的工作的可选可选可选择性又少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 来美国的人可以说你将面临着史上最难的嗯 最窄的选择面啊 选择面 所以容易快速上岗的基本上只有餐厅啊 只有只有这一个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找到工作啊 其他东西你都要等机会等待机会 所以说想来美国的人可以考虑清楚啊 呃 没有以前没有像以前那个洛杉矶Kimi 当时说的那样简单和容易了啊 这个时候已经很难了啊 而且这个加州啊又开始启动 这个入境啊 入境这个要自我隔离 14天的一个强制令啊 所以比以前又严格了 而且国内还又不让你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历史上最不好的时候啊 可能是空前绝后最不好的时候 历史上没有未来也不会有了啊 呃 但是呢 如果说对于想追求自由啊 脱离这个中国的这个人而言 你也没有办法选择啊 尽管最难可能比这个 因为总是会好的是吧 但是你是觉得中国会好吗 啊这个这个自己权衡了 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啊 今天去直接锁好几个 呃看了一看走力圈 感想就是真的选择面相当窄相当窄啊 你不要谈你在国内有多少能力 有什么学历有什么经验 都是零全是零啊 好了就分享一下吧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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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